哈喽哈喽 大家好 我是ALRU 今天我们要吃什么呢 今天我们要吃100块的佛跳墙 VS 1000块的佛跳墙 让我们来看看价格差了10倍的东西 到底有什么区别 现在摆在大家面前的是100块钱 那么大一盆的佛跳墙 我刚刚在那边煮了20分钟呢 那先让我们尝一尝 那是什么味道 它很粘稠 你看 你们有吃过佛跳墙吗 它里面有鲍鱼 海参 蹄筋 杏鲍菇 我仿佛喝出那种老母鸡汤的感觉 我仿佛喝出那种老母鸡汤的感觉 大家请开这个粉丝 我感觉它好像是鱼翅跟那个粉丝稍微混杂了一点 我尝尝看味道 它这个100块钱里面是肯定不可能给你那么多的鱼翅的 它如果那么多鱼翅的话 那它100块钱肯定是亏本了 但是怎么说呢 那汤很粘稠 我还特地上网百科了一下 佛跳墙富含营养 可促进发育 美容养颜 延缓衰老 增强免疫力乃进补的价品 所以说女孩子可以多吃一点 补补哈 这净化就在这汤上 这100块钱一碗的佛跳墙都如此美味 那接下去就让我们看看1000块钱的佛跳墙 它到底跟100块钱有什么区别 阿游将会泡饭 这个鸡汤泡饭啊 不是鸡汤啊 这个佛跳墙泡饭一定很好吃 再加一点辣椒油 美味 我们现在就开始开盖1000块钱的佛跳墙 我们来闻闻看哈 我还没闻过呢 嗯 一闻好像 这个就是海鲜的味道 这个就是味精的味道 我还准备一个小的 可爱吗 这是1000元的佛跳墙里面的海参 这是100块钱佛跳墙的海参 吃吃看哦 这就是海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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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汁 你还没 Fal到海参 还没说 海参 这就是海参 海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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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鲜啊 再吃一下这个 吃过1000块钱的佛跳墙之后 我觉得100块钱佛跳墙里面是肉皮 就菜肠里面很便宜的那种肉皮放进去 再看这个鲍鱼 这个鲍鱼的个头大小都差不多 你们看起来这个佛跳墙 它没有那么的浓稠 是不是 因为它这是完完全全 我感觉像就是自己炖出来那种汤 但是它这里面就放了很多那种勾了欠的那种东西 就是仿冒 但是它味道也很香 因为是味精的味道 你说味精的味道怎么可能会不好吃呢 对于我这种重口味新人来说 但是这个更加纯真一点 这个随便捞一勺就全是海鲜 我们拿个这个汤泡饭 大家看到了吗 海参 鲍鱼 这是一碗充满甜的滋味的海鲜汤饭 我算了算 这一碗一百块 这就是最好 这是中文的水 天空 Tan 一些味道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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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再来一碗汤 然后我们稍微加一点点辣椒酱 加了辣椒酱之后就有点破坏那个味道 就有的时候啊 你如果没有尝试过这个1000块钱的东西 你就会觉得这个100块钱的东西就很好吃 但是你尝试过之后你就发现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嗯 嗯 没有了 今天吃的太爽了 在今天吃过这个佛跳墙之后 我发现虽然这个便宜的东西呢 就是100块钱佛跳墙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也不是特别便宜了 也已经算贵了 就一碗一碗汤哈 就如果说大家想尝试一下的话 我觉得这个100块钱佛跳墙也很好吃 但是味道真的不如这一个1000块钱的佛跳墙 它是真的会有一种鲜味在里面 佛跳墙这个真的是我人生初体验哈 我第一次吃到 就看大家一直在那边吃佛跳墙 嗯 我发现真的很不错味道 好了 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此结束了哟 希望大家可以跟着阿游一样多多尝试啊 之前没有吃到过的美食 当然 大家也可以支持 神都夜行路哈 大家拜拜